卡拉OK包廂 一群人將誠信男子壓折打 有人出腳狂踹 有人猛力揮拳 甚至拿起桌上酒瓶酒杯 往他身上砸 被打的誠信男子是卡拉OK幹部 疑似語氣不假 跟顧客發聲口角 沒想到在包廂內殘遭圍 到醫院驗傷頭部腫脹 多處擦措傷 被打的誠信幹部 更指控到場冤警疑似鄉吃案 明明被圍毆 卻用感情糾紛簡單了解 甚至警察還說再有下次 就讓他們的店開不下去 打下來了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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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公布密錄器打臉 到場第一時間店家否認斗殼 調閱監視器竟然還說謊 警方否認吃案 事後調查現場 一共五人動手 被疑傷害防害秩序送辦 而非感情糾紛 實際到現場 事發店家態度相當低調 你暗時再來好不好 暗時發生什麼事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卡拉OK幹部原本幫忙調解糾紛 疑死因為態度不好 遭客人為毆 事後又反咬警察吃案 也讓暴力事件模糊焦點 記者韓志欣 台中裁縫到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